準備好了嗎 我想說2萬塊不錯 因為你還可以跟狗玩 又有錢賺 我就去工作了 就是去當學徒啊 這家店之前的跳板是當學徒 當初的 當開始的那個 當學徒的時候 他只是訓練狗而已 還有體型的那個 狼群體型的訓練 所以他沒有 像我現在的複合式的人 有餐廳啦 跟住宿啦 這一些 入合現在不提供的服務 有住宿啦 訓練啦 還有休閒館 就是假日呢 讓其他客人來裡面 借場地來跑一跑啦 還有游泳池 夏天才會有游泳池 以上這些三種 訓練還有 那種洗澡的話 就是比較兇猛的狗 會有美容洗澡的服務 購物台 他們有在賣點子嘛 那我可能要削我的狗 去幫忙做配合 那就是 就是購物台 拍完就是拍電影啦 拍廣告這個 目前的話就是 以休閒風啦 因為現在 主人跟果都希望有一個 可以 遊玩的地方吧 所以未來方向應該會 往休閒的部分啦 因為訓練這塊的話 其實現在 主人的那個 知識都蠻 網路上的一些 相關資訊都蠻充足的 所以 應該是往休閒這一方面 大概那時候 大概那時候 那時候的話 應該五六百吧 那時候啦 現在應該不止了 整個東道好嗎 要是沒有游泳池的話 應該 不用那麼貴 但是游泳池 他的設費 會比較高一點 還有圍牆 整地 農職的設備啊 不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 設備 水啦 畫分子 要怎麼去規劃 你也都是要敬佩這樣 我發現到這個點 其實喔 一開始你要創業的話 價錢其實都跟大家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 做出你的口碑啦 還有 你要有一個觀念就是 你要怎麼讓那個人進來之後 不會討厭你 不會討厭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讓那個人 進來是開心的 你不要有的客 有的那種店家 進去裡面 老闆不理人 啊就一個臉 臉書也不靠 你知道嗎 所以 有時候我在想啊 我 要是我是客人的話 我一進來之後 這個老闆熱不熱情 講話 有沒有應對 有沒有 封 就是說 讓人家覺得沒有壓力啊 就算他沒有要訓練 你也不要跟他講說 好像 沒訓練就是 最該萬死 你要說沒訓練沒關係 有機會我們再合作 要有那種感覺 讓人家覺得說 就像我現在沒辦法跟你合作 但是我以後也會想要跟你合作 懂一個嗎 就是到那家店裡以後 你不要說 這家店裡面怎麼 員工也不理人啊 老闆也是一個高高在上 就這樣 所以我會發覺說是服務業的精神 一定要有 我發覺說 客人也很重要 他來這邊 訓練完之後 的那個成果 好 下一刻他遇到他的親戚朋友 他會幫你介紹 網路這一塊 也很重要 網路上你就是盡量不要有負評啦 也不要去 也不要去 有的 有的店家會跟客人吵架 還是說有人去 故意去 捉弄你的網頁的話 有的店家就開始 就 出來就跟 網友對抗 對戰 所以有一個遊戲 我的人生哲學就是 報喜不報憂啦 我就是 欸 每天就是有 我的課整課整課 就這樣有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也不要在網路上面 去 去 公開給大家看 我跟你講 就是報喜不報憂的 真的要有心 要 往這方面走 欸 你的心 心態也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 你會看到是 航空鮮亮麗的那一面 跟狗在那邊訓練他們 他們可以做很多 動作 但重點是在於 你要跟狗溝通的這一塊 有時候你的 心態 還有你覺得你 熱誠不大的話 你會覺得會很厭倦 因為不一定每一隻狗都那麼的 友善啊 還是說那麼的佩服 對 手術 是 比較平景的話 有可能就是 我們本來前週週五已經做的不錯了 跟電影公司已經合作好 但是後來 後天準備要出 一定要過去合作的時候 他給你喊 我們沒有要...就是已經找到另外一隻狗 其實你跟電影公司合作 廣告公司合作了 他們其實都找了很多隻狗在那邊挑選 所以這一塊的話有時候 剛開始會很熱誠的去想要 一起去競爭挑選 但後來發覺說其實 現在網路那麼發達喔 我們自己本身也很忙 所以你要說去跟他 他合作挑選了 我們已經找出了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 案子跟你合作 後來就發覺說 他跟你講說導演不需要了 你會覺得說好像我們之前做的那些 工作都是白做 所以這一塊的話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電影公司來的話 有時候會覺得 可有可無啦 一開始我會很競爭啦 但是現在會覺得說那個好像不是我們的工作 因為畢竟 他們的選擇也 他們也會有自己想要的那個角色 這個工作都是盡心盡力啊 就是盡力輕微啊 其實有時候員工下班了啦 他們五點下班了 公司的事他們就不會再想那麼多了 但是老闆他真的是24小時 都在這個工作上面 你要當好你今天要當一個老闆 你就是要把這個工作當成是自己 好像是一個 一個小朋友在那邊喝霧啦 你不能說好我就是 早上事情 放在這邊晚上就不理他們 不可能 因為這個工作是有時候我十一二點 一兩點還在外面放狗 所以當老闆跟當員工的心態就是 你要怎麼把你的事業 發光發熱 那員工他的想法 我只要把工作做完 有錢領就好 就這樣 其實都一樣耶 因為我們都是勞起勞力常工作 有車子接動服務 油漬的話就另外計算這樣 全省各地都有 我環境的那個 餐廳複合室這一塊 一般的 訓練學家可能就只是訓練 他們就是住宿而已 那 我這邊的話 有在加美容 還有那個 寵物餐廳的休閒 游泳室 差在這邊而已 沒關係 應該也差沒多少 比較兇的狗的話 比較麻煩 對還有比較膽小的狗也比較麻煩 因為他 對食物 沒有很熱誠 還有他對人也沒有很熱愛 所以他就是 怕你啦 還是說 看到你就想要攻擊你 所以當然這不是 瓶頸嘛 那又遇到的就是 主人 他只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那你要跟四個月比的話 一定會有差 然後遇到瓶頸還有主人 他不學習的話 那我們 在怎麼教 這隻狗在怎麼穩定 主人沒有跟著上的話 效果一定會有差 你的自己本身的 會強被咬的話 就是本身自己的專業能力 有問題了 要不然應該很少 會被 一直被狗咬 對 優點就是 就跟大家講 如果剛一開始講的 可能人家看到 哇 訓犬師啊 方先量力啦 一隻狗就要做就做 趴就趴 走就走 跳就跳 那 缺點的話 就是你的 有時候 生活品質沒有很好 因為每隻狗會被叫啦 因為 影響到你的社員 所以 所以有好有壞 小康啊 算小康啊 沒有大富大貴啦 小康啊 也沒有回本 你看我一直在建設在建設 我發現說 存款裡面 現金不多啦 但是我你會看到就是一些 建設 那一天還沒好 你要拍一下後面那一天 第二連鋸現在還在新建當中 我這邊的話都是一站好立法的實心嘛 你的工作做什麼工作 你的工作做什麼工作 把你的工作做好 那時間上面 會去拖到 那就是 有的時候5點下班嘛 有可能會拖到6點 那6點5點加班這樣子 現在住宿啦 現在台灣的法規就是你住宿啦 寵物登記 你就是要去做寵物登記 住宿這一塊 你沒有住宿的話 其實就沒有這 什麼 登記這一塊 美容 美容就不用去辦那個什麼寵物登記 因為你沒有住宿啊 所以獸醫那邊是沒有住宿的 獸醫他可以收 受傷的狗 但是他不能說 欸你們 要出門啊 要出去國外啊 來我這邊住宿 獸醫那邊是沒辦法住宿的 所以只要有寵物登記證的話 就可以住宿 對 但是你做寵物美容的話 我沒有收狗 住在這邊的話 你就是做你寵物美容 這樣子 沒有什麼 登記這一塊 對 現在住宿這一塊 所以訓練這一塊 是因為我們要住宿 所以 才會去 身體登記這一塊 就本 臉書本事頁嘛 還有那個 YouTube上面都有 佛度有緣人啊 不同道如何度你啊 就佛度有緣人嘛 要說 訓練師 就是 狗狗只聽訓練師的話 又說 你養的狗比較兇 啊 我都不知道要找誰啊 那有時候 你還找到我了 那當我跟你講 方式是怎樣 你又替不進去 那到底 我要怎麼去幫你 所以說 佛度有緣人就是這樣 你就 叫國主都要去保護大家 但問題是 我叫你不要去殺人放火 你還是去殺人放火 我怎麼去保護你 就這樣 所以說 佛度有緣人不同道嘛 因為我們就不同道 你一直叫我去保護你 又去幫助你 但是 你又不聽我的勸 那我怎麼去幫你 所以 佛度有緣人 不同道有佛度 對 一定要熱誠 你覺得說 唉唷這隻狗 牠會這樣子 到底是什麼原因 家裡面造成 還是牠本身的個性 你要怎麼去 趕 趕化牠去 信化掉 牠那些不好的行為出現 那你要是說 你覺得 哇 每天跟牠相處 牠都是笨啦 牠都是聽不懂啦 你都沒有什麼 想要很耐心的去教育牠啦 還要想要怎麼讓牠 在他們家 在 讓牠在這個家裡面 有新的一個 認知啦 跟大家認懂牠啦 你會覺得說 你會 沒有什麼 動力 對 所以我會覺得做這狗牠 你真的要動力 所以一定是 有一個 善良的心啦